大家好,我是老白 618即将到来 我们看看目前各个价位段 最值得购买的迷离电脑有哪些 去年双11之后 截至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共测试了多个品牌的 接近40台迷离主机 这是其中一部分 这是另一部分 从低功耗N系列到Rain7 Ultra9 从单网口到双网口到多网口 我们测试了各个品牌的不同小主机 大家还想看哪台迷离电脑的评测 可以留言或者把名字打在弹幕上 我们新选出8台最值得购买的迷离电脑 为大家呈现618的迷离电脑推荐 我们的推荐是以散热静音为基础 性能为主轴 最后落实到性价比 基本上我们会按1000元为一个价位来分类 实际上是以性能来区分的 也就是分为低功耗 高性能 超高性能 这里我说一下 有些朋友提议能不能按用途和需求来划分 比如老人机傻的 我认真考虑了一下 确实太难了 因为大家购买一台迷离电脑的理由各式各样 真是太多了 我随便举几个 有些朋友就是要迷离 极致迷离 哪怕是Ultra 9 185H也要迷离 有没有朋友就是想要把电源内置 其实我个人认为 目前单槽小店员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想要类置的万兆网口 当然有朋友信心链 就是要买一台性能极致强悍的小主机 不在乎价格 那么败家之言肯定就能满足你了 以上各种需求都是现实存在的 还有很多我无法一一呈现的 因为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视频的时长就根本控制不了了 所以还是按价格区间来标定性能区间 只不过目前高性能和超高性能 在2000元价位稍微有点交叉模糊了 比如有些7840HS小主机 在上周跌到了2000以下 还有我们双11特别提到的 同等性能 英特尔有较大的溢价 不过目前溢价收窄的趋势很明显 所以在2000到3000元价位 我们也可以推荐英特尔的超高性能小主机了 首先是千元以内的低功耗小主机 我们去年双11推荐的低功耗小主机在这里 只要现在能买到的推荐仍然有效 不论是商业小主机 吉摩克G3 零克EQ12 还是多网口小主机 换网N4120 康赖信N100 都还是非常好的购买选择 而今年618 我们增加推荐的低功耗小主机是 699元的7喜S10 双2.5G网口N100 779元带12G板载内存的 吉摩克G5N97 7喜S10N100 接口齐全 双2.5G网口 加3显示接口 这可是第一台可受PD电源的N100 全功能Type-C接口在低功耗小主机上 头一份 CPU性能发挥在第一梯队 PASSMARK超6000分 散热静音不错 699元的双网口价格 各方面没有短板的优质N100小主机 吉摩克G5N97 是一台超级迷离的小主机 可以握在手心 CPU性能出乎意料的好 PASSMARK也上了6000分 它的短板是千兆网口 但它超小体积 用来做HTPC 却又是再好不过了 外形小小漂亮 这是低功耗HTPC的首选 接着我们来看 1000元到2000元之间的 终端高性能小主机 这是我们去年双11推荐的 高性能小主机 和1000元低功耗小主机一样 只要现在能买到 我们仍然推荐 可惜时过境迁 UM180XT已经没货了 S125 MAX好像还能买到 UM690S便宜了200元 更有性价比了 UM690S有满水的HDMI 2.1接口 和680M核显 它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今年618我们增加推荐的是 1268元的吉摩克M6 Ryzen 5 6600H 1709元的天背GM12 Ryzen 9 6900HX 吉摩克M6 Ryzen 7 6600H 6核12线程 双2.5G网口 在千元价位 性能不俗 关键是接口很不错 满血的USB4 双PCIe 4.0 NVMe 双2.5G网口 千元出头的价位 都跟您配齐了 天背GM12 这个型号适配了6900HX 还有7840HS和8845HS 等于是可以装置 三代主流的AMD Ryzen CPU 而它本身的接口 是2020年的旗舰配置 今年的旗舰配置 你必须得有 Oklink接口 双2.5G网口 双PCIe 4.0X4的NVMe接口 所以我们推荐 天背GM12 是三个不同的配置都推荐 6900HX 是前年的Ryzen 9型号 类置680M核显 4800MHz的双通道内存 相当于是现在的旗舰接口配置 叠加过去的旗舰CPU这种组合 对于CPU性能没有过高要求 而对价格有强烈要求的朋友 1700元的准系统售价 这款绝对是薪水之权 毕竟它也有强大的扩展能力 可以Oklink外接独立显卡 接下来是2000元到3000元区间 去年双11我们也推荐过这三款机器 不过目前厂家已经把价格降到2000元之下 也许只是618的特殊价格 比如我们推荐过的S127 前几天就曾经到过这个价格 我的意见是不管我以前是否推荐过 能把7840HS降到2000元以下的厂家 都是有很大诚意的 大家可以重点考虑 比如这款吉摩克K6 它这几天也降到2000元以下了 今年618我们给大家增加推荐三款新机 第一款是天背GM12 上边我们给大家说过了 它有近年的旗舰接口 第二款是凌克新推出的2599元的S128-8845HS 我们上周才评测过 第三款也是凌克新推出的2699元的 SEI14 Ultra 5-125H 天背GM12 不论是7840HS还是8845HS 除了有今年的旗舰接口配置以外 它的CPU能稳定静音运行在75W性能释放 相当了不起 目前7840HS2200多的价格 我认为还是非常值得购买的 凌克S128-8845HS 全新设计的铝合金外形 好看吧 65W的静音性能释放 性能也是非常强悍的 是目前7840HS 8845HS中最强的 除了少一个网口 几乎没有短板 外形设计有了很大进步 脱离了传统 向着有格调有品位的方向发展 凌克SEI14 CPU是英特尔最新的Ultra 5-125H 外形和SEI8一模一样 性能在Ultra 5中也是非常好的 怎么说呢 去年在高性能和超高性能 就是1000元到3000元两个价格区间里 我们没有推荐任何一台英特尔CPU的小主机 就是因为英特尔相比AMD同档次 差价太大 没有任何性价比 今年两个阵营的主流迷你电脑的对比 价差仅仅只有100元 核显的图像能力 差距也在缩小 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推荐一台 英特尔核显高性能迷你电脑 我们回顾一下 低功耗小主机618我们的推荐是 HEDY7喜S10N100双2.5G网口 吉摩克G5N97 高性能小主机618我们的推荐是 吉摩克M6Ryzen5 6600H 天背GM12Ryzen9 6900HX 超高性能小主机618我们的推荐是 天背GM12Ryzen7 7840HS或者8845HS 凌克S127Ryzen7 8845HS 凌克S1214Ultra 5125H 以上就是低功耗高性能超高性能618mm电脑的推荐 这些推荐都是基于性能散热静音性价比 鉴于国内太卷 性价比在这些推荐中占据了很大的因素 说到性价比 迷你电脑一般不会配置键盘鼠标出售 那么大家可以考虑购买一些便宜 但却不熟的键鼠产品 拯救者M6X Pro游戏鼠标 稳准快 首发价格才就是9元 联想小新K5 Pro客制化机械键键盘 销售价格229元 这可比我自用的小新K3好看多了 回到我们的618推荐中来 除了上述很大部分因素基于性价比的推荐 下面的推荐就不是依赖于性价比了 或者说性价比因素不多 主要是源于产品的独特性 在它们的某一方面 代表了我们迷你电脑 电脑研发的某种进步和前进方向 首先是这台3000元以上 超高性能迷你电脑中 我们选择了名凡MS01作为代表 它其实也不完全是3000元以上 最近上市的新配置i5-12600H 价格是2799元 当然我们也知道 MS01的价值并不全在于它的CPU 而在于它基本无敌的接口 双弯罩SFP加和双雷电3 再加两个双2.5G网口 支持U2企业级固态硬盘的 三个可变NVMe接口 还拥有一个实际支持4.0X8的PCIe扩展插槽 当然系统支持CPU60W的性能发挥 也是很顶的 这台机器从设计做工接口 显然是满足一部分 偏网络与存储的 迷离主机发烧友的需求 它确实非常优秀地完成了很多人的梦想 这台机器应该算是国内 all-in-one 一个里程碑的产品 最后一个618的推荐是 S-Magic阿迈奇这款旗舰产品 星河M1A 它不便宜 32G ETB 7599元 外形其实非常有设计感 赛博彭克风 一拆设计让更换配件更容易 它装置的NVIDIA RTX 3080 16G显存的移动独显 却把它的图形和游戏 以及AI性能 冲上了今年迷离电脑的顶端 3DMark测试对比 和我们最新的LG-Lock 装置RTX4070移动版独显 不相上下 就是它 它是最顶级奢华的迷离电脑 看看它们游戏性能比较 地平线5 4K较高画质 都是72帧的平均帧 古墓利盈暗影 2K最高画质 102比104 MEA低了两帧 古墓利盈暗影 1080P最高画质 148比149 MEA只低了一帧 这就是两者 在我测试的游戏中的差别 几乎没有差别 跑Lama3 8B大模型 RTX3080有16G显存 靠这个 S-Magic MEA明显占优 当然CPU性能 Ultra 9185H要好于i9 12900H 但是就游戏以AI来说 S-Magic 新核MEA 也许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 毕竟要便宜一半啊 这就是今年618 推荐给大家的八台迷里电脑 我们是以散热精英为基础 意味着它们的散热精英都很不错 我们是以性能为主轴 意味着在同价位或者同类产品中 它们的性能是最强的 我们最后以性价比为结果 意味着它们的618销售价格 也是本年度目前最便宜的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